一只憨太可居的神兽,可爱的卡通风格,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游戏,饥饿的拉姆。 经过作者的一次更新,在这可爱的画风之下,不再仅仅讲述了一个诡异的怪物屠杀事件,更是隐藏了一段横跨25年的悲伤故事。 刚进游戏,眼前的这只就是我了,一只神兽草泥马,名叫拉姆,比较诡异的就是我的这张脸,这明明就是一张人脸,托马斯变神兽的属于事。 庞白君告诉我,我饿了,得去吃饭,用来填饱我巨大的胃。 刚开始,我们应该是身处在一个山洞之中,背景中有滴水的声音,四周是我的食物残骸,看起来我是一个水果爱好者。 左上角是我曾经最喜欢的书,按庞白君的意思,我曾经是能看懂书的,所以在我的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呢? 来到洞外,我们得开始觅食了,按照庞白君的意思,我先找了点樱桃来吃。 吃光了三棵樱桃树,但我的饥饿并没有得到缓解,这时候我看到了一只香蕉。 香蕉是我最爱的水果,这我可得得着去,我礼貌地和他打招呼,想说你能不能安安静静地让我吃掉呢? 但显然,他并不愿意帮助我,还朝着我呲牙,汪汪乱叫。 虽然作为一只香蕉,以上的举动有些诡异,但我饿了,没有办法,只能物理超度他了。 我去旁边抄起一块石头,让他好好的睡上了一觉,虽然他被砸得有点稀烂,但味道还是十分的鲜甜,入口即化。 香蕉吃完,我还是饿,但我发现了前方有一团篝火,水果三兄弟正在露营。 很久都没有出现过水果了,这次我可以饱餐一顿了,我刚想上去打个招呼,三兄弟就这么刨开了,似乎是不想被吃。 黄白军说,他们只是想玩游戏,就像之前遇到的水果朋友们一样,水果兄弟在跟我玩捉迷藏,这是看不起谁呢? 我们可以在场地中寻找相关的道具来赢得游戏,找到斧头把树砍了,然后把橘子哥的头嘎了。 优火把灌木点了,然后把梨子哥的头嘎了,最后用蜜蜂,把苹果哥逼出来,再把他的头嘎了。 水果三兄弟统统变成了学姐,拉姆似乎非常的快乐,但画面一黑,拉姆又看到了谁,拉姆还是很饿。 游戏变成了3D模式,我已经不再是拉姆了,而是一位旅行者。 在我撒尿的时候,听到了一声尖叫,那是塔莎的叫喊,在玩什么的这么刺激。 森林里十分的安静,一片漆黑,我摸索着找到了营地,但这里却空无一人。 我先是找到了我的狗,但它已经躺在地上,血肉模糊,事情已经超出了预期。 我的三位朋友看起来是雄多吉少了。 在森林中,我又陆续找到了其他的朋友,肯就倒在一堆石头旁,一群蜜蜂围着它,头被嘎了。 利昂倒在一堆着火的灌木丛旁,一片脚黑,头也被嘎了。 塔莎坐在一棵倒下的树旁,推呈现出诡异的角度,头还是被嘎了。 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,我得赶紧离开这里。 在逃跑的时候,画面有时会变成红色,有什么东西不断闪现而过,很显然,这是拉姆。 我的小狗还有三位朋友都是被拉姆所杀。 它并非是一只沉迷水果的神兽,而是一只凶狠残暴的嘎头怪物,甚至还带闪现技能,非常的强大。 我在森林的边缘找到了我们的汽车,赶紧上车逃离这里。 在这里停顿,前方高能。 我们获得了结局1,这里可以获得一张报纸,时间是2002年,上面报道了这次发生在公园里的凶案。 说是这个公园曾经发生过多次类似的命案,受害者无一例外的都被斩首,而留下的却是人类的牙齿痕迹。 联想到拉姆长着一张人脸,毫无疑问,拉姆就是凶手了。 结尾提到凶手已经被抓住,但具体身份并没有被公知于众,拉姆这奇特的怪物身份,可能还隐藏着什么其他的秘密。 我们回到2D阶段,在控制拉姆的过程中,来到公园的边缘把汽车给吹爆,然后再推进游戏,去发现同伴的遗体,找车逃跑。 但这一次,汽车已经被拉姆吹爆了,我们再也无法逃离这里,前方高能。 我们获得了结局2,我的人已经寄了,被饱餐了一顿。 看到拉姆屁股底下这双手,就让我想到,在2D流程中的一个小细节,在一棵树的后面,同样有这样一双手。 这说明3D阶段的主角,就是这个正在尿尿的旅行者了。 接着是结局3,也是作者这次更新的新结局。 我们把流程推进到3D阶段,在寻找三位朋友的时候,直接一路向西,可以找到一个诅咒山洞。 这个山洞里,到处都是人类的头骨,角落里面还有一些书页,这显然就是2D模式中拉姆的山洞。 而角落里的那些水果残骸,其实就是这些人类的头骨。 按照这个对应关系,角落里的就是拉姆最喜欢的书了。 第一张书也描绘的是故事书中的主角,美洲陀生日那天,他的父母给他做了一个水果蛋糕,而红色的字体应该是拉姆的标注。 他在妈妈的头上写着想念,而爸爸的头上写着恶魔。 第二张说明美洲陀是食草动物,只吃水果,而拉姆的标注也是强调,自己只吃水果。 第三本是故事书,原标题为美洲陀很饿,被拉姆改成了拉姆很饿。 依稀可见的,拉姆曾经叫做Larry,只是名字被涂掉了。 他在爸爸头上写着怪物,父母的眼睛都变成了叉叉,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去世了。 之后美洲陀起床,觉得肚子很饿,而根据拉姆自己的标注,这头上的三角应该代表当天是拉姆的生日。 而这个类似针筒的东西,似乎是有人给拉姆注释了药物。 拉姆离开的家,根据他的标注,他并不高兴,屋后多了两个墓碑,应该是他的父母。 后面的一夜被撕掉,之后是美洲陀饱餐水果的画面。 根据拉姆的标注,拉姆也饱餐了一顿,在他的眼里,他们只是水果。 接着警察找到了拉姆,于是拉姆逃跑了,从此无家可归。 旁边是一份简报,是关于一位名叫布朗茨博士的报道,他被曝光欺诈,他做着基因融合方面的研究, 号称能让人类与动物融合,获得动物的特性,置于不治之症,但这个研究数据其实是被伪造的,并没有找到成功的案例。 简报的背后写着,都是你的错,我再也不想要了,我依然很饿。 结合剧情来看,这个研究应该是成功了,而拉姆就是实验的结果。 看完书页,我默默地转过头去。 Holy shit,拉姆就这么默默地看着我,带着和煦的微笑,但他并不会上来干我。 你别说,还真有那么几分可爱。 跟拉姆玩了一会儿,我多希望时间可以永远停止在这里,但没办法,我只能默默地退出山洞。 拉姆也依然一直盯着我看。 不过在洞口的位置,我退无可退,只能回头前方高能。 我们获得了结局三,这是一份旧报纸,发行于1977年,讲述的是布朗茨一家的惨案。 父亲布朗茨被发现科学造假,最后我们之前发现的简报内容不谋而合。 某个周六,邻居听到巨大的声响而报警,父亲和母亲的遗体在家中被发现,而儿子却不知所踪,他俩也是被分头行动了。 所以整个故事应该是这样的。 乌朗茨夫妇的儿子,Larry,在周六生日当天,被父亲注射了某种药物,直接变成了神兽拉姆。 父亲为了证明自己的研究成果,直接把自己的儿子当成了实验品。 所以拉姆才长着一张人类的脸,而他的父母则被丧失理智的拉姆嘎了脑袋。 毕竟在拉姆眼中,所有的活物都是水果,他感受着无穷的饥饿,想要吃光所有的水果。 25年前的这期惨案,根据漫画的内容来看,拉姆应该是遇到了警察,然后逃跑到了这个公园之中。 刚开始的拉姆肯定还留有一些理智,或者会间歇性地恢复人性,就比如在他吃饱了之后,所以他还能够在书上进行涂鸦。 但经过这25年的漫长演变,他变成了一个纯纯的怪物,他被自己的欲望支配,这种欲望就是2D模式中的那个旁白军。 他蛊惑了拉姆,让他认为别人都是水果,只想嘎别人的脑袋。 这25年间,拉姆就折服于这个森林公园之中,不断地收割着游客的生命,他们的头颅在山洞中堆积成山。 我原以为,这只是一只纯粹的变态怪物,却没想到,他的背景故事居然如此悲伤。 特别是融合变异刚开始时,他在偶然间恢复人性的时候,知道自己杀了自己最爱的母亲,屠杀过如此之多无辜之人,用画笔画下了那些红色涂鸦,当然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画笔。 这一切对于一个孩子来说,实在是太残忍了。 在《结局1》中,由于幸存者的出现,拉姆被警方抓到。 虽然拉姆的信息未被披露,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真相,可能永远也无法大白于天下,但这样的结果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?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,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,谢谢支持。 那么我是阿力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,拜拜。